大家好 我是Lance 江祖阳 1998年入讀張旭山英文中學 然後2004年畢業 畢業之後 在中文大學讀心理學系 大學畢業之後 加入了一間英資機構做他的管理培訓生 亦都所謂的管理訓練員 在這14年入面 在本地的航空集團入面 從事了不同的工作 當中包括可能是十個不同的崗位 而其中三分億的時間 都派駐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從電子商務到機場等 都從事過本地理數計劃的商務總裁 現在的工作 就在這間本地的航空企業 負責機票業務的收益管理 每年大約有200億生意的消息目標 超過100億不是很多 我平時會計算幾十萬的數目 那就很大壓力 遇到困難如何拆解 有甚麼成功要素呢 我自己覺得 要在這麼多變的環境中 成功最主要有兩個部份 一個部份當然是你要有很多學習 新知識新技能 快速吸取很多不同學識的能力 但那都是容易的 因為現在今時今日獲取知識渠道 有很多 我覺得第二個部份更加重要的 其實是一個人的品性 就是我們最重要 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怎樣面對這些困難 裡面包括很多東西 譬如遇到困難不要放棄 怎樣在錯誤中學習 怎樣在成功之後 將它轉成自己的行動力 去再徵一求徵做得更加好 那種堅毅不屈的精神 其實就是更加重要 而我覺得這兩種能力 其實除了在我這個崗位之外 都會覺得在未來十年十五年 亦都是我們社會對我們 將來年輕人的需求 因為世界實在變得太快 你覺得你在我們張竹山 英文中學的生活 怎樣造就你這個成功 張竹山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一間很好的學校 那學校其實是甚麼 我覺得剛才我講到最重要的部分 我是不是一個遇到困難會退縮 或者遇到困難會的難想 去很努力想辦法插解 又或者失敗的時候 面對完之後再次在裡面 學習改進然後成功 這些精神其實很大程度 在我張竹山學習得來 這裏其實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特色 就是這樣 其實所有同學都很有這個精神出現 其實這個正正是這裏學校的傳統 每一個人由上而下 學校的傳統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其實他都很重視 他教一個人的品性培養 我還記得那時候頑皮就一定會 頑皮 激到老師生氣或者哭 都有的 激到老師哭是很害怕的 但我有時再想回 那時候激到老師哭 是因為我們頑皮 有時多些 有時是因為我們去做一些活動 遇到困難很快就不再做了 或者是虎頭蛇尾 或者是有時候做得不好 很容易放棄 激到老師哭多這些 其實就後者很多 我覺得這些正正就是 去回剛才我說的那件事 在我們每一個人 老師學生的DNA裡面 其實都很有這種 鼓勵大家去堅持 去努力 因為我們都明白 不是每一樣的一做就做得對 一做就做得好 中間更有個過程 而在這個學習的過程裡 正正就是這裡 很能夠培養到我們每個同學 這種堅毅 不容易放棄的精神 剛才說過你在工作 都轉過很多的崗位 認識很多人 我猜你都很認識很多 學校的教育 不同學校的畢業生 讓你再選 還會否選我們 將生意文中學入讀 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在學的時候 有時其他學校 會看到設施很好 學校很美 其實都會想像 在讀書都可能不錯 然後會一直認識 不同學校的朋友 出來工作之後 開始有很多不同學校的畢業生 進步來面試 認識多了很多不同學校的人 之後 我有時會在想 將來如果我有小朋友 我想他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中學的階段 在任何一個人的品格 他的性格的發展裡 其實是最重要的那段時間 你的價值觀 其實在那段時間 是最能夠去形成的 所以你如果可以在一個環境裡 訓練到一些很重要的性格特質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對於一個人 無論是事業上的成功 或是有一個美滿的人生等等 在這方面 我再想一想 我相信未來的時間也好 有一個堅持股胃的精神 不要輕易放棄 是最重要的 而我覺得張先生在這方面 是和其他學校一樣 他的確是一個最能夠 在最重要的中學階段 培養到這個很重要的價值觀 所以師徒你問我 會否再選張曉珊 我也很肯定我會 因為其他事情 都可以之後 不同地方去補償化 但是價值觀 那種不不不撈的精神 其實真的在這裏 對我的影響是最大的 我都希望如果 如果大小學小朋友 他一定都能夠感受到 這一股的學習 剛才你說到人生 你即將開啟人生新的一頁 你會建立你的新家庭 而太太也是我們校友 在這裏我會祝福你 建立一個很美滿 很幸福的家庭 不過不要忘記 我們這個麻將雖小 但充滿愛的家庭 都是永遠為你們開放 永遠支持你的 好 謝謝